你好 我是李挪娅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UC Berkeley法学院出了一个大色狼 这个法学院的男学生去年因为性侵害两名女学生 被法官判刑三年徒刑定业 去年9月这个男学生因为在校园外的学生宿舍内 威胁强迫性侵害一名女学生被警方逮捕 她落网的消息曝光 相片被刊载在报纸上 结果又有一名女学生在看到她的相片之后发现 自己也曾经被同一个人在校园内下迷药 在饮料中性侵害得逞 立刻报警 这个男学生被逮捕之后还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不过她在上个月出庭时一改先前打死不承认的态度 面对指控她完全不抗辩 等同默认自己的犯行 法官判处她三年有期徒刑 同时在未来十年内 她都不准靠近两名受害女学生 名校法学院的高材生成为终生登记有案的性侵犯 自毁前程 新闻继续来看 拉拉队的训练适可而止的界限在哪里 科罗拉多州最近有一段高中拉拉队女学生受训的影片曝光 引发各界哗然 影片中一名参加East High School拉拉队训练的13岁女学生 被三名同样是拉拉队队员的女学生压制在地 强迫练习劈腿 她的左脚在前 右脚在后 被三个同学压住 动弹不得 有人压脚 有人拉手 她的拉拉队教练也站在后方压制她的肩膀 按压她的右腿 不让她乱动 尽管女学生痛得哇哇大叫 大声哭喊着说不要 请停止 但是教练和压制她的同学依然没有停手 整段影片虽然只有短短24秒 但是却让人看了非常不安 女学生的妈妈向校方反应 但是学校却一直未做处理 拉拉队依旧照常练习 家长气不过 向媒体爆料 校方才开始认真介入调查 这所学校的拉拉队女学生都被教练以同样的方式进行高压训练 小儿科医生说 这种不正确的训练方式会造成孩子肌肉撕裂伤 专家也说 影片中强迫运动员痛苦做出伸展动作 是十几年前的训练手法早已经过时了 现在的教练都应该知道如何带领学生做安全的伸展技巧 校方最后终于承认有错 包括拉拉队教练和学校校长在内 总共有五个人因为这起事件遭到停职处分 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